那接连出现了随机犯案的嫌犯 除了在台北的东区有刺屯之狼 幸好他已经落网了 但是另外呢 在屏东有一名富人 则是经过缝甲商圈的时候 突然被一名机车骑士迎面袭击 造成他的下巴 被力气割出了长达八公分的锯齿状的伤口 送依缝了九针 案发的地点距离屏东分局 才不到一百公尺 监视器画面中 戴着安全帽的骑士 骑进巷子内 右手拿着疑似锯子类的锐气 一面攻击被害妇人 造成他的下巴被锯伤 被害妇人的下巴 里有长达八公分的锯齿状伤痕 触目惊心 送依缝了九针 因为他日前经过屏东市的缝甲商圈 突然被骑士袭击 让他吓坏了 侯小姐回想当时余计有存 但警方一度研判 他是被戒指所伤 也没调阅附近店家的监视器 让他气得大骂 警方的处理态度太过敷衍 我去了一家 来进入四号那一家 那个老板娘说 没有啊警察没有来 说他没有来哦 应该是在晚班的时候 去问这个小姐 所以这个晚班小姐都不晓得 我们警方已经早班就去调货了 歹徒的身形壮硕 外套反穿 骑着蓝色机车 还持有一似锯子的凶器 侯小姐说他并没有与人结怨 认为歹徒是随机犯案 人潮多位商圈出现割喉男 警方再不积极侦办 叫民众如何安心